哈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云 非常感谢大家对新系列游戏杂谈的支持 前面我们聊了很多大型单机以及网游 这期视频我们就来回忆一下小游戏 也是很多人小时候玩过的抠抠空间小游戏 2009年腾讯收购开心农场并改名为抠抠农场 抠抠农场是一款模拟经营的游戏玩法简单 但就是这样简单的游戏当年却火遍了大江南北 可能现在的网友很难想象这种游戏 为什么能火能有多火 但当时的抠抠农场如同一种潮流向我们滚滚而来 几乎每个朋友见面就会攀比 你农场几集了多少金币了开了几块土地了 玩家扮演的是一名农场主需要经营自己的土地 玩法流程主要是播种浇水施肥除草和除虫 到最后收获农作物去换取金钱 当时我最大的乐趣就是给农作物除虫 就感觉很解压 观众朋友们最喜欢在农场干什么呢 可以一起发送弹幕在屏幕上 众所周知空间游戏都有很强的社交属性 而抠抠农场的社交属性 更是这款游戏火爆的主要原因 在抠抠农场可以帮好友的菜浇水除草除虫 顺便也可以偷好友农场里的菜 甚至还可以放虫子 记得当时比较流行的话就是 小心我半夜订闹钟偷你菜 后来抠抠牧场的推出也是换汤不换药 只是简单的从种菜到了养殖 土地变成了窝棚 抠抠农场还和牧场联动了 种植的牧草可以喂养牧场的动物 再后来就渐渐的没有完了 现在每天在支付宝偷你绿色能量的人 和当年半夜偷你菜 偷你小鸡的人是同一批吗 是的话 再弹幕抠一 反正我的已经不是了 Q宠大乐斗 Q宠大乐斗是由Q宠宠 衍生出来的格斗小游戏 虽然Q宠宠于2018年9月15号下架停运 但Q宠大乐斗依旧活跃 直至2022年已有12年了 以前每次上线都要打开Q宠空间 用各种兑换码装扮一般 再换个闪动的头像 然后就开始打开各种Q宠空间小游戏 Q宠大乐斗就是其中之一 游戏以搞笑武侠为题材 玩家可以与好友一起进行乐斗PK 主要有几种决斗方法 好友 帮友 斗友 师徒 结拜 结婚 结婚了可以打夫妻boss 大色魔和四姑娘 结拜了可以打结拜boss 山贼 强盗 还有好友乐斗的那些熟悉的boss们 乐斗菜菜 乐斗建军 月敏妹妹 郡侯王 乐斗城管 Q宠大乐斗也是腾讯游戏旗下的 同样有着很强的社交属性 每天都可以去揍QQ好友的宠物 打赢了还会截图发消息给好友嘲讽他 哎呦 怎么和你一样猜 自己的宠物被揍了也会有战斗记录 我那时候一上线看到自己的宠物被揍了就会生气 果断就装备好武器打回去 不知道观众朋友们的宠物有没有被揍过 最让我觉得好玩的是他搞笑的技能和武器 视如暴雨 排山倒海 佛山无音角 百步穿阳陵 波微步 神来一击 师父驾到 这些重门又搞笑的技能 也不知道当时我是怎么在好友面前炫耀时说出口的 胶水 开山斧 狂魔莲 板砖 平底锅 小李飞刀 老鼠 板砖在用黄金卷轴升级5级后就会得到真板砖 小李飞刀5级叫耀云以3000 假死和如来神掌在PK中出现一次就属于神技了 看着对面马上要死的宠物还是一滴血也是气得跺脚 但也就是这些奇奇怪怪的名字 很大程度上拓展了我和小伙伴们 嬉闹展示的众儿动作的技能名 抢车位 同磕磕农场和磕蜀大乐斗一样 抢车位也是磕磕空间内置网页游戏 刚开始每个人都有一个停车场三个停车位 当时的我为了玩这个游戏 还托开黄顺的表哥卡点由我发出邀请 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是怎么获得游戏开通资格的 可以的话在弹幕中发一下让我羡慕一下 游戏开局附赠一辆二手奥托 玩法非常简单 只要把你的车停到好友的车位上就可以赚钱 获得更多收入可以用来购买更多高级的车 但要随时注意好友上线将我们的车子贴条 被赶回来不说还要没收收入 如果别人将车停在你的停车场上 你也可以贴条并没收他的停车收入 但也因此我和同桌剩了一个星期的气 我的车位成了他的专属停车场 当时这款游戏可谓是我的车牌启蒙 什么牌的车自己都了如指掌 不知道观众朋友们比较注意哪款车呢 现在抢车位已经更名为开心大富翁 写文案的时候专门上线看了一下 发现还是有一部分人依旧在玩这款游戏 不知道是真的喜欢还是放不下青春呢 讲到这里大家发现 以前这些游戏很少课金的地方 但却能让我们玩得不亦乐乎 而现在的游戏不仅又刻又干 还会经常影响到个人情绪 小时候那种游戏的感觉却再也找不到了 就像以前以前玩游戏的那群小伙伴 渐渐的再也没有了联系 人生如戏 有人说是演戏 但我觉得是游戏 大家都在努力打生活这个副本 有的人陷入低谷需要辅助 有的人是战士为别人扛风扛雨 也有的人已经通关拿到了财富自由的宝箱 但大多数人还是和我一样 在努力的做任务打boss 大家嘴里说着躺平不打了 暗地里都在查攻略希望自己不能被生活打败 2022年的人们喜欢划着多巴胺的火柴 10年前的我们则更喜欢和小伙伴们一起看着屏幕里跳动的像素 感谢各位观众老爷的收看 我是刘云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希望能给我点个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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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